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一来我就失落了 不是为我来的 是为了这位仁兄来的 感谢我 这里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这位仁兄是个疯子 研究疯子的 他现在还在中间 还不晓得是要靠左靠右 有本书叫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是高明先生的大作 但是阿宝今天得从你这说起 为什么你死去白咧的 就说我不来 只必须高明来 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感兴趣 没有话没有这么夸张 大家在微博上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本书呢 我在看 我大概看 还剩大概午夜的时候 我觉得因为太兴奋了 所以我就在微博上 给那个强强的制作人 避风 就是at他一下 跟他说 如果你们有机会 可以访问到这位作者的话呢 我会想办法来上节目 因为你也知道贵节目 通常都是很顺便的 请我上节目 一般人都不能随便上 对吧 所以这个我特别首先想知道的就是 宝宜为什么会对他和他的这个书 这么样的激动 首先我觉得可以认识是因为我觉得文笔还不错 谢谢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看起来是一本很流畅的书 再来就是 看一本书 有些书实的 有些翻译书真的是看起来 你看不进去 最关键是什么 我并没有站在专业角度去看 我站的一个就是旁观 大众角度去看 那我先问问你 你说触动你的也有一个因缘 你曾经接受过催眠 对 然后在催眠里你说出来的话 说是到后来让你自己吃了一惊 那个状态 不大好说 因为跟我平时的我不一样了 就是最开始我接受催眠 也是因为听了别人一个催眠的案例 这么转过来的 例如说当时有一个稍微长一点 多说几分钟 有一个家长对他孩子百般刁难 到催眠之后 这是他母亲 他母亲催眠之后状态下说 我就希望我的孩子不好 我就希望他坏 当时所有人都傻了 怎么可能 母亲怎么不希望自己孩子不好 其实他原来是一个高级白领 自己在家相夫教子带孩子之后 他很失落 他希望孩子非常不好 总是把孩子教育好 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但他并不是 出发点并非恶意的 但他的确就是这么多 他潜意识是这么想 当时我就想 这要是我会干点什么呢 然后我就尝试做催眠 正好有这方面朋友 做完之后 他们说你有严重的孤独感 和那个悲哀感 就并不自我认同 所以我哭得特别惨 哭了 哭得很惨 就醒了之后都缓不过来 给我暗示醒了之后都缓不过来 请问你是回想到那个小时候的呢 还是你有想到更早以前的事呢 不是他这个是这样 催眠大多数状态 他并不是想的某一个某一件事 他是综合出来 综合出来之后 他是一个场景 他是一个灰暗的场景 什么都没有 非常荒凉 只有一栋房子 所以是一个无目的性的催眠了 他没有引导你去什么地方 催眠分两种方式 一种人把别人带到自己描述世界 另一种人进入了别人世界 那种方法都很危险 都很危险 这都是经过专业人士训练 观众切勿模仿 想模仿 你怎么突然对外面说话 对 这个事实 真的不能模仿 很危险 催眠是很要命的一件事 甚至广义的来说 这个社会很违纪 在很大程度上都靠催眠 宝宜我也挺好奇 你平常外表看活得挺阳光的 怎么最近这几年对这个 你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症状 我觉得难免到了 我总不能说我得了中年危机 这个状况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 生活到某个阶段了 你就会在追求目标的过程当中 质疑你追求目标到底是不是对的 比方说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一定都想生活 生活很重要 我们明天要吃什么 我们要住在哪里 你不需要考虑这个了 你就要考虑下一个了 我能不能成为更有钱的人 我能不能成为在这个世界上更有地位的人 然后我能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 得到别人的赞美 然后开始努力朝这个做了 然后你做到某个程度 你就知道 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天分所在 有的人就是能够当周杰伦 有的人就是能够当张惠美 有的人就是曾宝宜 好 那我现在已经达到了 我觉得也不要说我够努力了 但是我觉得 你达到了曾宝爷的水本 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不够努力的人 但是我开始停下来质疑说 这个方向到底对不对 因为有的人从来不质疑的 他就是闷着头做 比方说我就是要成为一个设计师 我就不管他 他可能也把自己搞疯了 不知道 但是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我呢 不 我干嘛都行 你知道吗 你以为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其实每个人 就我也是 我最开始认为 我没有明确的目标 你们都有明确的目标 等我去挨个问了一圈之后 大家都是这样 你现在就是状态 你活在一个自己的状态当中 你认为自己是目标了 天哪 我茫然了 但你问别人的话 你真的问的够多的话 你会发现 他也 他会向你诉苦 怎么办 我没有生活目标 你看你们都不都明确 你一直做曾宝宝一 你能做周杰伦 我怎么办呀 宝一这要显不出 你还是曾子的后裔 你知道吗 想的事情太多吗 这就有慧根呢 懂得对现有的一切 发生怀疑 这是贾宝玉的程度 你知道吗 曹雪芹的程度 而且呢 也是他访谈的 某个精神病人的程度 你像我还记得可以引用吗 他访谈一个精神病人 就跟他讲啊 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活着 都是别人社会的习惯 凭什么不能脱了衣服 咱们到大森林里 想怎么乱交怎么乱交呢 他好像没说乱交这事啊 就是说充分的回到自然 那么你看 咱们就觉得是精神病的想法 可是实际也挺哲学的 其实是真的 我也开始执意 比方说我们这么努力赚钱 好了 钱是从哪来的 谁规定我们要用钱来做交易的 这就是规矩 这就是社会的规矩了 钱在我们没有花之前 它是属于谁的 我们在帮谁赚钱 谁定定了这么多规则 告诉你这么多广告 你就是要赚钱花这些钱 然后你这么朝这个方向努力 但努力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我们在在 我觉得啦 我有时候承认我被洗脑了 然后我喜欢漂亮的衣服 然后呢 我觉得可能住好一点的饭店 然后呢 我想做头等舱 这是我 所以我这么努力工作赚钱 可是谁告诉你说 这样做是最好的 谁不断地设计出这些东西 让你觉得你赚钱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仔细想整个都非常可怕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一点就是说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有些人会去反思这些东西 只不过可能反思的人很多 只不过大家不能都上节目 但很多人真的是不去反思 当你不反思的时候 你会被那些所有的那些信息 被别人的那些信息 别人的那些暗示 别人的那些催眠 全部被淹没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是空的 有些人我们看到的嘛 穿着名牌 开着跑车 但你跟他聊的时候 发现他很空 他是白的 因为很惊讶 你挣这么多钱 你怎么回事 你没有时间看书吗 我这么多事怎么顾 其实不是 他在找借口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这个是最严厉硬的 阿宝 虽然你还是幼年危机 我没有 但是我跟你说 你的症状 正是我刚刚经历的中年危机 那你是多久前经历的 我刚刚结束 前两年 一两年 就是这种症状 我跟你讲 有人跟我说过 就是说人 就是到了一定的岁数 他会心理上经历一个悠行的 这个低谷 就是对自己的一切 发生了这个怀疑 但是我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在往上爬了 就是走出 已经捏盘了 走出 没错 捏盘了 走出中年危机 我跟你讲 走出中年危机的症状是什么 不是 走出中年危机的感觉 感觉是什么 是 陡然间 也不是陡然 你也可能是渐渐的 是 突然间觉得 其实一切刚刚好 会有这个感觉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过去了 过了 过去了 什么叫刚刚好 就是 现在我这个状态 有啥不好的 挣钱不多 可也不少 是吧 是干活不多 可也不少 对吧 男朋友不多 可也不少 就是你突然发现 原来你觉得拧巴 觉得不对头的一切 其实就像是天给的一样 还不好好享受 然后你随之而产生的是另一种心理 时间不多了 有这个 这么好的一个情况 离死也不太远了 你好好珍惜时间吧 Time is short 就时间太短了 然后你会发现那些给你拧巴的人 那些让你带给你痛苦和烦恼的人 你现在就剩下一个原则 就是不能浪费时间 不能浪费 活热的生活当中 你知道吗 完全不能为了不靠谱的人 浪费一点的时间 反而你会产生这样一种紧迫感 生活太好了 太难得了 这个绝对倒计时 让我想起昨天 那个那个王宫权私奔的问题来了 王宫 王王 人叫什么 我想知道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 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讲讲这个 他就在博客人就说 说那个不好意思 那个 我什么 我辜负你们期待 然后那个我跟某某叫什么 那女人叫什么忘了 记不清了 叫什么秦 王秦 阿秦 说我跟王秦私奔了 然后我辜负你们期待 辜负你这个 所以也没打招 我不好意思 然后我就走了 就是这样 他会不会就是这种所谓的绝对倒计时的这么一个心态 这个是不是有些观众还不了解背景 这个老王是干什么的 他本身是一风投 风险投资很出的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 我以为是风子头 风子头 风子头 很出名的 就是事业很成功 大概多大岁数 50 50 然后是不是有婚姻的状态 有原配的 就是说有家庭的 如果说是私奔的话 应该是有 否则算不上私奔 然后找到了一个红颜之己 江苏那边也是一个搞类似搞搞企业的吧 那就是遇到对的人了 遇到对的人了 你就可以放下很多事情 我们在那个昨天的微博说的讨论很激烈 说什么都有 有人说就是说 项目妒忌恨的最多啊 太浪漫了 之前那个还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给她发妻想想 那个女人怎么办 她这么高调的高调的抛弃她发妻她发妻很可怜的 还有人说就是和谐是会搞什么私奔吗弄大家都睡不着觉 说既然公开了就叫公奔 对 她那个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大家讨论到最后 其实就是我们该这样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抛弃一切去做 她这么做是对的吗 但是真正就真正私奔的主角来说 没所谓 对 没所谓 我抛弃了就行了 我今天我一种这么做了 那我不在乎你们这么想 大家钱有带走吧 不知道她没说真没说 对 其实这个我这么感觉两说着 往好来说 咱从心理上讲 往好来说 这叫做出了决定 对吧 做出了终于就是彻底的抛开了一切 抛开了一切 束缚 往坏里说 其实也是一个精神崩溃的症状 怎么说就崩溃 就是私奔不是问题 这种方法陡人之间什么都不顾了 其实也是对旧有的一切 承受到一个限度 彻底崩溃 但是涅槃 浴火 重生 我跟你讲 我跟老王 款取相对 也不叫款取相对 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很多个老王 这个世界上 我有时候最近说走出中年危机的表现 也常常会有这种出世之想 其实有时候甚至问题不在于一个女人 而在于一个桃花源 一个梦想 对对 就是走了 你知道吗 就是现有的一切 上有老 下有小 工作 人际关系 这一切 已经厌倦 你最近在台湾做一个文化节目 就是访问 有赖生川导演 我一直讲过很多次 赖生川导演在书里讲到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个真实的新闻 国际先驱论坛报上 曾经报道过这个新闻 好像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英国的那次著名的火车的事故 我们刘海若 我们那主持人刘海若不是在那生生命垂危吗 后来他在赖导演在这个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报道发现呢 当时有些被定为死亡失踪的人呢 几年之后突然出现吗 出现了 这他就他就跟他根据这个编了个戏剧 他说当时这个状态是什么 这个人激了光张火车出了事 从这个死人堆里爬出来之后啊 走了一想 这不也是个逃的时机吗 一会 家里人都不知道啊 就说失踪了 最后多少年找不着就判断死亡吗 就是只不过找不着失守 可是实际上这个人在另一个地方生活了许多年 明白了 你知道吗 这种这种突然之间啊 走了 您说公权就以这个王琴私奔啊 是这个所拿爱情 王琴私奔想出戏 做最后一个稻草是吧 做最后一根稻草 然后逃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相信爱情太可悲了 这到最后爱情都被人利用了 当作一个脱离现实 那么一个稻草了 不一定 有时候爱情就是桃花源 咱也没什么宗教 有时候真的我觉得 我想环游世界 可是最好有一个 哎呀我们恋爱的 如火如荼的这么一个女性 找着她 我就走了 我就走 就现在没走的 就没找着 其实你还是可以去啊 因为你最好的朋友是你自己啊 你不觉得吗 你只是给自己一个借口 你不去做这个事情而已 其实也不对 因为就是我们说嘛 人生愉悦最高境界是分享 同时对方能感同身受 因为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嘛 每个人真的是孤独的 阿宝你听见这个事对你有什么刺激啊 我也挺羡慕他 对我觉得义无反顾是非常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有新的说法 最新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他们两个人早就结婚了 他们俩成立了一公司 拿这个来那个赚靴头 那个那个那个吸引眼球的 我觉得内地的这种阴谋论太多了 所有人做这个事情都是阴谋的 有人说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就是他们真的为了自己的公司为宣传的话 我今后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太受打击了 连这些东西拿来出去炒作 但他成功了 现在你看那个那个微博上直接挂的 他是头条 就微博私奔 对大家都讨论的 可是我觉得 我跟你讲这就是世界的多面性 嗯 就是罗生门 在对罗生门 到底怎么回事 只有当事人知道 但是呢 你从他产生的客观效果上 嗯 来看 甚至你很多人讲什么 汪小飞跟大S结婚 他们自己也许人家很很很单纯 对吧 可是你看 你从客观效果 你永远可以做出无数个解释 甚至是权谋 啊 甚至是整个的一个大阴谋 你都可以这么讲 嗯 这就是 广告一下 就是我这本书里说的有一个角度问题 嗯 我们看事物的角度问题 决定了我们的一些态度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看那本书是这样的 你看那公权是这样的 我看他是这样的 大家各种不同的角度 集成了集成 集合成了我们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交代业体业 论坛也好 社会也好 什么时尚啊 风尚 所有东西全是角度不同 堆积出来的 堆出的结果 不好意思说回去了 之所以我们维护一个常态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角度 这个常态是我们之间连线 如果没有常态 突破完结 啥 那么你说这私奔的 这不算违反常态吗 私奔 他应该是一种 他没有违反的话 他不是违反常态 他应该就是如果说严格的算 他是一种叫幼态心理 幼年的幼态度的态 幼态心理 幼态心理是什么 就是好像没有成熟似的 我一味的任性 我想得到 就想得到 不计代价 不计后果 很多事都可以用那个幼态心理去解释 但是首先要说明 我不能把这个作为一切犯罪的借口 或者说一切不合理的借口 要加薪这个事就是 他真的是一个幼态心理 他根本不计后果 反正咋在说 就是耍小孩脾气 同你八道 同样一个心理状态 但是你说 如果说他这是精神病 那是错误的 因为每个人在各种状态下 都会犯中幼态心理的这种状况 这是没谱的 比如说你不高兴了之后 本人一出来 他这一瞬间就是一个幼态心理 但之后你能回复过来 幼态心理一样 他平时都是什么样 平时都是正常的吧 这个时候就捅人了 那说他是幼态心理 他无罪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 就事论事 把东西单拎出来说 他是幼态心理 但是并非就是说 他是无罪的 这个东西必须摘清过 其实就说这个幼不幼态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个小孩 所谓小孩 就是说想干什么干什么 其实 但是咱们成年了 越来 所以为什么佛家就讲一句话 说我们生活这个世界 有个名字 叫堪忍 可就是忍 就作为一个成年人活着 真的就是忍 一个公司的老总 或者像你说的一个风头子 风头子 很多事情要忍 对吧 包括你有个家庭 你要承担所谓男子汉的责任 这个一切的责任 其实也对你来说 都是在忍 可是你心里那个小孩呢 对吧 也许有一天这根弦呢 有些人采取的办法 就是爆裂似的 就断了 干什么要这样 像有些人就是疯了吗 其实有一种像社会撒娇的意思 就是去你们的吧 我都什么都不管了 反而更多人关注他了 对啊 其实是这个样子 你看你像私奔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 搞不好他你如果要私奔 你就偷偷去私奔嘛 没人管你 你跟我们没关系嘛 因为他本身一个公众人物了 所以他有一个说法就是 北京话就是爱谁谁 爱谁谁 爱谁谁 对 阿宝 我们可以策划一下 那两个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好 今天刚刚出来的说法 私奔是阴谋论 但是不管是不是阴谋论 阿宝 你像你现在 你说你现在这个幼年危机 幼太 你刚才讲的 其实就是你的幼年危机 是 那你不会产生这种 出离之想吗 会啊 当然会啊 我但是 渴望找到一个男朋友 然后我们俩离开这个世界 其实很想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 我觉得我会自己端良嘛 我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如果我是一个 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管的人 那我就不会成为现在的我了 你说我不顾忌 我父母的想法吗 我一定顾忌啊 我觉得让他们伤心难过担心 其实是 作为子女 最不应该做的事 而这件事情 有时候是大于 做我自己的 就当我在考虑 我想要多做我自己 有多少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成为一个好的姐姐 或者是好的女儿 对我来说是更大一点的 那那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平衡了 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 我还是扮演一个 符合他们需求的 然后照顾他们的 让他们安心的 但我自己可以 在我心里私奔没关系吧 我在不危害任何人情况之下 我可以做这样的事吧 所以我看了这本书 对对对 天才在左 风在右 但是你看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咱们中国人讲这个中庸啊 到最后就说 因为价值有很多 你一方面说 做一个好负责任的父亲 做一个好的丈夫 这也是很感人的价值 受人称颂的 那么你看历史上 从来就有很多人 就真的是爱谁谁 什么都不恋了 可是在那种价值上看来啊 你这个人太不负责任了 对吧 但是呢 现在说清一点 这个价太心理 它并非是坏的 就跟菜刀一样 我拿来切菜 切土 所以切得非快 切得很好 那是好 我如果拿来砍人 那就是不好 价太心理同时也一样 有的时候 有些人善用价太心理 去做一次获得成功 他同时也很满足 给大家带来很多 例如说什么方便发明 我就是像不想出家吃 我就像在那边拿开水一炮 它是一种很人性 但是他做的是不是好事 是好事 那否则这些打工就惨了 打工就惨了 去哪吃点 翻面去 是 有的时候 要善用自己的精神病症状 你比如说我就是这样 我生活里 其实是很正常的 很保守的 但是做节目的时候 我可以把我精神分裂 中风卖傻 把我的价太心理发挥无疑 让大家看见这个小丑 很可乐 你就是很多演员 就像他善用 你别说什么 你在凤凰台 也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 你在这个节目是一个样子 你在那个拍案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每次看那个拍案 我都觉得 邓文涛你在演什么 在出戏 我看的不是很懂 你知道 我们有一个同事 她的老母亲 原来是看我的那个文涛拍案 后来看这个 枪枪三人行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 说 这个人呢 不是 是原来看这个 枪枪三人行 后来看文涛拍案的时候 说了一句 这个人原来也是个好人 可以正经 原来是不正经 这就是你 访谈的很多人 她多重人格 你知道她访谈有的人 最后自杀了吗 自杀了 她的那种想法是 我的这个 男的他的我 要杀了我这个什么 女的他的我 多重人格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你知道 多重人格 比方说 你突然轰过去了 坐着这个节目 轰过去了 你中间说的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 等你再醒的时候 看节目你就傻了 这完全不是你所作为 有些人喝酒 就呈现出另一种人格 他自己不记得了 酒后他会变成一个女人 对 我见过这样的 是吗 是一个歌星 报个名呀 他的名字叫做 记得下来为你喝出 珍宝总动员 这名的歌星 一喝了酒之后啊 那一眼就死了 但第二天 他完全不错了